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大选落幕紧接着花联议长的宝座争夺就成了焦点 现任议长张俊要争取连任是否被党中央同意 暴准还有议员支持等待观察 国民党花联先党部署表示说 目前普遍是征询议员的意见要作为提名的参考 花联先议会第二次接议员选举应选出33人 包括国民党当选18人 民进党3人 无党籍10亿人 民众党1人 由于国民党花联先党部提名正议 因此这一届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议员增多了 启东张俊 魏嘉贤 黄灵兰等原本都是国民党籍的 今年7月间张俊被国民党花联先党部以排黑条款不提名 但是后来获得党中央同意张俊以报备来参选 张俊没有政党推荐书以无党籍身份参选 之后拿下选期最高票当选 张俊由于参选议长是否可能在被党中央同意上代观察 张俊表示将会争取党中央同意其支持 且议长持有议员投票会持续争取各议员的支持 文明党花联先党部主席张俊华表示 会依据党部的提名规则来办理 政府议长被提名者将参考其对党员的贡献以及表现 目前先普遍施下征询议员的意见作为提名的参考 对张俊是否自行争取党中央支持而造成分裂 这样会表示 现任议长有表达预议的自由 但是对假设议的问题不愿意回答 记得久不见 黄小伯老 再见